原本一彩行駛在荒野陡坡 也能轻松移动 德系品牌旗下越野车 是不少人的梦幻车款 一辆要价六百万元起 不受疫情通膨影响 依旧卖到缺车 豪华品牌的越野车 本来就很热销 但在疫情惊片荒之下 订单一路排到2024年底 跟一兔转出原厂停止接单 但最近却有了转机 原本台湾车主下单 都得等至少两年 然而近期却出现 大局大量到港的异常现象 24才开得到的车 没想到2022就开到了 开心修出新车照片 汽车媒体人家伟哥 自己也下定全新G-Car 近期奖要挂牌 比预期上遭了一年半 竟然是受惠恶物战争 G63最保值 等一台要两年到两年半 结果我们受惠战争 因为宾市不出车给俄罗斯了 然后俄罗斯的配额大概几十台 他就通知台湾宾市 原本俄罗斯产现配额 转到台湾来 创造车主小确幸 然而其他品牌 目前还没有配额移转的现象 超跑保时捷买车 至少要等十五个月以上 双逼最快交车时间 从五个月到一年不等 多家车厂都已经预告 下半年的来车辆低于原先规划 庞大的后车订单 恐怕要到明年底前才会消化完 俄乌战争影响供应链 预测出企业配额移转 形成两样情 将军使这种方向特别倒